今天上午 海南省新闻办举行海南十三五发展成就第五场新闻发布会 聚焦海南房地产调控 经济动能转换 效果显著 十三五期间 海南通过实施两个暂停 全域限购 加强引导管控 完善住房体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房地产业转型发展 目前我省房地产一业独大局面有所改善 房地产调控达到了预期目标 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风险可控 2018年4月实施全域限购等最严格的调控测试 2020年3月规定本地居民限购第三套住房 先后颁布了两个暂停 实行商品住宅用地计划管理 大幅减少 直至停止供应外销商品住宅项目用地等政策 十三五期间 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体重 有2015年的50.7% 下降至2020年1至11月的39.2% 商品房新开工变级中 非住宅类新开工变级占比 有2015年的22.1% 提升至2020年1至11月的39% 同时 通过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安居型商品住房等 海南构建了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妥善解决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住房问题 目前 本省户籍居民购买商品住房占比 有2017年的17.8% 提升至2020年1至11月的74% 此外 十三五期间 海南省税务局配合住建厅等部门 开展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有力地促进了我省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落地落实 特别是2015年 海南省税收保障条例出台之后 进一步促进了政府部门协同治税 各社会主体共同治税这样一种体制机制的建设 通过强化部门协作 实现了税务机关与相关部门 相关单位之间的 涉税信息的交换和共享 同时按照先税后证等增管措施要求 有效管控了房地产管理的关键环节 避免了税税流失 现在我们先 intersection地内发现 好看 谢谢 好看